宏道国际志工日前进驻的龙潭社区 提供各种的社会服务 尤其为了提升龙潭湖的景观特色 在台塑厂房的围墙以彩绘的方式 诉说地方的历史文化 也让这群外国的朋友来更加认识宜兰的景点 来自各国的志工还有龙潭国小的小朋友 在台塑公司的同意下 要在外墙进行彩绘 一方面美化环境 一方面让外国朋友认识当地景观 也能启发小朋友的国际视野 让孩子可以透过这样的合作的机会 认识更多的外国朋友 那也可以透过这次龙潭的地区的围墙的彩绘 让孩子可以学习到国际上 他们小朋友看到其他的外国的哥哥姐姐们的 各项绘画的内容跟想法 其实对孩子的启发 对孩子们的国际视野应该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本来我们是预计在龙潭 我们就是面临台化公司的围墙 这边要做一个装置艺术 把围墙美化 当然这个计划获得台化公司大力的赞助 他同意我们来操作 那本来社区的构想是要在上面 把龙潭的文史记载在上面 但因为国际资工来 我们就在想是否改变一个方式 由国外有人他们眼中的龙潭 把它表现在这个墙面上面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做这个围墙的彩绘 参与社区彩绘的资工表示 宜蘭是很美的地方 尤其人们很善良热情 小吃更是美味 就是因为他觉得龙潭社区 就是很适合人居住 然后他觉得这个社区就是跟自然 就是很连接 然后环境很优美很好 非常适合人居住这样子 对 然后他觉得就是来龙潭这个地方 他觉得很开心 然后也可以在这里对面 认识到那么多人这样子 人好啊 人好 食物 食物 好吃 人这么漂亮 谢谢 而这些彩绘不但是一场国际交流 但是将龙潭湖的历史永远流传下去 宜蘭修记者张立林采访不到